我现在穿两个项色,这是坏色,手拿着这个是灰色,这是一个宽松的版型,它是双面料 它穿上的质地非常舒服,亲肤性极高,我一向都很喜欢买这一间款式 无论质地和cutting上,都是比较精致的,我已经相当有信心 它的款式是比较玩稳一点,除了比较casual的观感之外 其实它的设计位是做得很细致的,它那个lase这一部分就是一个涌料 始终也是秋冬,会找一些相对适合的质地,有一个print字 这个版型是宽松的,它的剪裁方面,你会看到在空側的位置 空側的位置做一个斜角的接拨,斜角的cutting 去到三脚的位置,有一个layer的,玩一点点 所以在款式上也是宽松得来,casual得来,都是很精致,而且有设计感的款式 版型宽松,它后腹的位置都是有分相同的造工 我现在就搭得型格一点,我拍摄的时候就搭了裙子 搭了个alike裙子,因为刚才我也有说,那个alike裙子 其实除了搭lady的style之外,我也挺喜欢搭配一个casual的造型 因为我觉得两只间不冲突的,可以兼顾的 所以现在这个正正就是另外一个示范 除了alike裙子之外,裙款配搭,一个比较型格的造型 那是怎样呢?现在可以在片段上看给大家,展示给大家看 版型相当宽松,布置也有弹性 这个我挺喜欢的就是斜角位,除了有一个线条之外 它好像跌博与不跌博之间,因为正常的手袖其实是这里的 如果这样看,就是一个跌博的cutting 但是它这个位置就是fit的 所以它这个位置才拿到视线的亮眼位 去到这个位置就已经有一个收下去的线条 所以总是一个宽松的版型,看上去都是非常有线条的效果 其实都是casual款,不算太lady 对了,不算太lady 有设计为主的一个卖点 先看看,设计为主的一个卖点 我现在就搭了型格的style 搭这个鞋也很好看,正如我刚才有说 搭配一个吊脚裤,搭配一个boot的item都平衡得很好 因为你可以这样露出两眼位 如果这个你喜欢摄的也可以 对了,布质也是足够的柔软度 我们来看看,布质也是一件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